正被工作人员剪掉的魅力 也是因为这爸爸彻底被这个世界录取 而就在他迈着沉重的无法无架时 却突然被一只小狗挡住了次 这是女孩与狗狗的第一次相遇 但却像是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一样亲切 然而就在他们看着彼此发呆时 狗狗却被宠物店的老板抱了回去 大大狗 甜甜往处跑 而狗狗却不停地吵女孩叫唤 因为从这时开始 他已经把女孩认定了成了自己的主人 于是晚上没人的时候 小狗就趁机从宠物店逃了出来 可让女孩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狗狗竟直接跑到了他的家 而且进屋后就直接冲进了厨房 然后还趴在了女孩爸爸的椅子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去给你倒点水吧 可就在女孩去给小狗拿水之时 妈妈竟直接将狗狗丢在了门外 当女孩问到小狗去哪时 反而还遭到母亲的一顿批评 结果到了第二天女孩上学的路上 竟又一次被小狗给跟踪了 你怎么突然成形在这里 小三狗 哎 老师是不是说上周发那诗卷今天要交啊 嗯 我先走了啊 我把那卷里捡了 你专门找我 不是我不想娘你 是我妈不娘 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 说完后女孩就急忙去了学校 而小狗看着女孩远去的背影 她竟流露出一脸忧伤的表情 为了能和女孩在一起 她竟再次闯进了学校里 四处寻找着女孩 因此这也遭到了学校报案的去 可当她跑到女孩跟前的时候 却乖乖的裙了下来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女孩便决心要收养这只小狗 于是她只能拖着 把她带进了父亲的窗帘 而妈妈看到狗却是十分的生气 闹够了就要了 我告诉你 李爷 这个狗不能进家门 你马上就要包好了 哪有时间养狗 现在家里这个情况 我也没有这个经历 来 不用你管 我自己会养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说不用你管 我自己养 直到这一刻 妈妈才反应过来 当才是小狗不断的叫声才救她 于是自此以后 妈妈就接受了女孩将狗留在店 而女孩还是会趁妈妈不在家时 将小狗给偷偷带回了家里 然而每次一回到家里 狗狗都只喜欢待在爸爸曾经的影子上 可能只有这里才能带给她安全的 这天女孩还想要给她取个好听的名字 可一连叫了很多名字 她都没有一点饭 我 Bring lle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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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 可乐 我们终于有鬼魔了 把他叫可乐 于是在可乐的陪伴下 女孩也慢慢从失去父亲的痛苦 逐渐走一出来 而几个月后 妈妈也逐渐摆脱了失去丈夫的敌意 于是他决定重新震动 将丈夫留下的穿铁再次经营起来 可乐虽然重新拍了 但生意却没有之前好 因为他们谁都不知道 父亲制作黑料的地方 所以导致串串并没有之前的问题 在这样下去 女官们也就不一样 于是为了找出父亲的命运 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地尝试 但每次都是一失败告终 这天女孩带着可乐来到市场购买配料 而就在他专心挑选配料时 可乐却突然拽着她 往一个偏低的角落跑去 然后便在一家卖配料的小店前进了场 你只好理解你 表妹吧 呵呵呵 好乖哦 叔叔 我爸爸一切在你这儿 还叫什么啊 哎 智山 可每个月至少都要来两只 可乐 你哎呀 你老害我都看过你的照片 我一眼里这么出来 随后女孩就高高兴兴的买了辣椒面回去 虽然找到了父亲常买的配料 但串串底料的味道还是不对 不管他们怎么搭配 都始终达不到之前的味道 而就在大家愁眉不展之时 狗狗却站在一箱可乐前面狂吹不止 眼看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无奈事下 狗狗竟一把扑倒了放在锅前的可乐瓶 以至于可乐全部流进了火锅底料 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这锅底料要被扔掉时 厨师本着不想浪费的原则 竟然突然尝了一口 结果却因此把大家都给震惊了 奇怪 微微引你们老板的地方是 于是在可乐的帮助下 父亲的串串店终于归负了往日的客流量 从此妈妈的信心也更加充足了 而可乐的神奇之处还不仅如此 他还会将主动靠近女孩的男生赶走 而且当他看见电视里医院抢救人的画面时 他还会不由地曝出生爱 直到可乐在女孩结婚的这天 跟他做出了那个亲密的顶头动作 女孩才终于想到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此时他再次想起了 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 你没用夫妻的杀想 只有你回忆 还是走上烧了刀香 等你结婚的时候 我将打扮的飘在哪里 穿着西装 搭着红脸 亲手 把你交到难过 用手机给刮发去身上 于是女孩便让可乐 陪着自己走上了婚礼殿堂 让他亲自把自己交到新郎手里 会好好对她 当狗狗听到新郎的话后 可乐才放心地走下了台 然后还坐到了妈妈身边的椅子上 而妈妈也早已把可乐当成了嫁人 然后才认真地给可乐带上了脸金